前面我们学习了二重积分的概念 直观上讲就是把无数个小立方体加起来 最后求出曲顶柱体的体积 落在代数式上就是这个式子 其中这一部分表示的是小立方体的体积 这一部分表示的是把它们都加起来 直观和精准定义都搞明白了 这节课我们就来实战一下 请求出这个二元函数 在这样一个区域上的二重积分 根据提议我们要求的就是 以区域D为底 二元函数所决定的曲面为顶 这样一个曲顶柱体的体积 按照之前学习的 首先就是要将底部区域D进行划分 根据定义划分可以是任意的 也就是说既可以是这样的 也可以是这样的 但不论是哪种划分 在曲顶柱体的体积存在的情况下 结果都应该是一样的 这里为了后面计算方便 我们采用平均划分 其中的每一小块就是小立方体的底 然后是高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选择区域内任意一点 用它的函数之为高 为了计算方便 这里选择右上角的这个点 这样做出了一个小立方体 下面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个小立方体的体积 首先是底面积 由于根据提议 区域D是边长为1的正方形 那么在X、Y方向都均匀地插入N减一个点后 每一个小区域就都是边长为N分之一的正方形 则其面积就应该是N平方分之一 然后我们将横轴上的点用下标J来计数 纵轴上的点用下标K来计数 那么DK行J列个面积单元 它的右上角那个点 所对应的坐标就应该是XJYK 那么小立方体的高就应该是FXJYK 把XJ换成横轴上DJ个点的位置N分之J 把YK换成纵轴上DK个点的位置N分之K 这样FXJYK就等于这个是子 那么一个小立方体的体积 就应该等于此二者的乘积 整理后结果就为这个式子 下面要求曲顶柱体的体积 就要把这若干个小立方体都加起来 仔细看一下可以发现 这个式子中面积元素用的变量是I 而表示高的这个式子用到的变量是J和K 两者并不统一 为此我们对面积元素进行改写 将启用ΔX乘以ΔY来表示 然后在用I计数的情况下 我们会说这是第一个面积元素 这是第二个面积元素 最后一个是DN个面积元素 而改成JK技术后 我们会说 这是第一行第一列个面积元素 这是第一行第二列个面积元素 最后一个是DN行N列个面积元素 那么将I换成JK后 对面积的变力就应该是累次求和 然后FXJYK照写 这样就得到了一个以J和K为变量的式子 再把体积元素用上面这个式子代替 就得到它 下面我们就是要对这个式子进行计算 第一步是把对K的求和乘到括号里去 然后就开始一项一项来算 先说这第一项 由于这里的技术变量是K 那么J平方就该被看成常数 因此答案应该是N乘J平方 再与前面的-N的四次方分之一相乘 则这一项整理后为-N列方分之J平方 然后是第二项 这里技术变量是K 此时对K平方求和 就应该使用平方和公式 可以得到其结果为 6分之N乘N加1乘2N加1 与前面-N的四次方分之一相结合 则第二项的结果为-6N三次方分之 N加1乘2N加1 后面的几项也用无穷数列求和的方法 可以得到结果分别为它们 然后把不含有J的这三项合并 从而得到这个式子 接着继续把对J的求和符号放进去 然后继续对这里面的每一项 使用无穷数列求和的方法 依次得到这三项 最后利用极限运算法则 求得结果为6分之5 这样我们就计算出了 以趋于D为底 函数FX为定的 曲顶柱体的体积